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想到健康 台湾的健保制度 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第一名 可是很多观众朋友 有的时候真的过度医疗 浪费了医疗的资源 还有有些时候 有一些政商名人 比方说最近传出来 食道癌的新闻 排着赵魏靖的排队 据说要排大半年 前一阵子先前 诸葛亮大哥往生的时候 新闻出来一阵子之后 大肠靖也要排队排半年 然后再来 有一些观众朋友疑心疑鬼 很担心得癌症 老是乱做各式各样的 医疗的检查 比方包含症子的检查 或者是电脑断层 事实上如果非必要的健康检查 或者非必要的医疗 有的时候不只伤你的身体 同一时间也伤你的荷包 那怎么样 刚好追求健康品质跟医疗刚刚好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 生活到医医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江锁山医生 大家好 再是心脏内科的医生好朋友 陈冠任医生 大家好 再是指诊室的医生好朋友 刘靖之医生 大家好 再是小儿科的医生好朋友 欧淑娟医生 大家好 再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柯俊年师傅 大家好 再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安琪老师 嗨 大家好 好 问一下这个江医师 这个过度的医疗不只伤身 也有可能伤荷包 那更麻烦的是 是 有些损害 他是有不可逆的伤害 没错 像我有一个病人 他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板 他哥哥在三年前 得到肺癌死掉 对嘉琳来讲是一个震撼 那从此以后 他的这个恐慌之后 他当年就马上去医院 要求做正子摄影 加全身电脑断层 要把全身癌症都找出来 不要像他哥哥那么凄惨 等等 电脑断层有辐射伤害 正子摄影更高 正子更高 有人跟我说电脑断层 形同做一次等于三百次S光片 对 可是你如果加正子摄影的话 等于一千两百五十张S光片 那你就可能把很久的额度 辐射额度都用光 你把十二点五年的一次照完 那万一明年需要怎么办 我那个病人就是每一年照 他因为太害怕了 因为他哥哥是已经给他太大的震撼 你知道吗 因为也许是亲近的人发生这种事 很多人都会进入恐慌 他每一年都照一次正子摄影 照了第三年 居然发现了甲状腺癌 你要知道甲状腺癌是对辐射最敏感的一种癌症 像福岛核灾 六年之后小朋友的甲状腺癌增加了五十倍 而不是其他癌腺增加 所以他那个甲状腺癌 其实我们要猜的话 我会认为那个就是正子摄影造出来的 就连续三年照镇子 那个是很疯狂的一个行为 因为你要知道正子摄影一次 我们讲过他等于一千两百五十张 胸部光片的剂量 那他也等于什么你知道吗 等于你今天站在散导市 距离台北火车站一个捷运站 然后你看到台北火车站 被丢了一个广岛级原子站炸开 然后你的散导市被照了一张 这个距离那个就是正子摄影 加电脑断层的剂量 那么夸张 所以台湾 你说台湾人真的有多疯狂 因为全世界没有人把正子摄影 拿来做渐渐的 就台湾人会这样做 所以相当于我们台湾人 有人第一次去广岛被炸了一次 他就不过瘾 他就长期再被炸一次 然后再去那个车洛比尔再炸一次 最后还要跑到三里岛 这个真的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一种现象 你知道吗 你做任何检查 你要想到他的好处之外 你还要想到他的坏处 对不对 就像说正子摄影可不可以发现出外症 当然是不可能 为什么 他中轴的肿瘤 会被心脏跟血管的亮光遮住 所以中轴的肿瘤包括所谓的食道癌 包括这个什么胸腺癌等等 基本上他几乎都是看不见的 所以他也不可能帮你发现所有的癌症 何况他的辐射剂量 一次等于你十二点五年 一人的上线辐射剂量是两毫希佛 他等于十二点五年 在一个钟头之内照完 那你猜猜看是分期照完伤害比较大 还是一次照完伤害比较大 当然一次 当然一次照完 他可是他会能乐此不疲 各位想想看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东西那么好的话 你要不要去问看你的医生 他有没有每年做 他敢不敢每年做 那给大家看一下 你所不知道的这个检查的真相 第一个问题是 超乎你想象的是定期健检 全世界的定期健检的比例都拉伸 可是没有看到死亡率下降的问题 第二个 连最普通的胸部位是光 也被牵扯到一些少量癌症的增加 譬如说什么女孩子的乳癌 小孩子的什么 那个所谓的脑末瘤等等的肿瘤 那最后当然就是我刚才讲过的 正直摄影加全身电脑断层 他基本上就是在核爆现场的人 承受的剂量 正直摄影目前健保局 可以接受的使用范围 都是同一个就是什么 离癌的人我需要做分歧 对不对 比如说你一样得到癌症 比如一个大肠癌 我在大肠发现一个肿瘤 对不对 那我不太知道 他有没有跑到处去 对 对不对 那我做一个正直摄影很合理 因为我一旦知道 他有没有跑出去 我可以正确分歧 那每一期我的治疗的策略方法 手段都不一样 所以我当然要把他分歧搞定 所以把他作为一个癌症分歧 其实正直摄影 也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问一下这个陈医师 心脏科医生 有时候也遇到病人一生一鬼 不是要批评健保 健保是一个很好的制度 但有时候太好了 那配上我们台湾人这种勤检 就是看医院看到保 对就是希望能够这个 做完整检查的这种心态 两个加肿起来就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碰到一个 这其实这种案例也不少见 我们讲一个比较经典 就是一个大概六十几岁的阿姨 他来的时候就说 他最近大概这一两个月都觉得 常常会觉得胸闷 或者有时候会心悸 那会觉得胸口有时候痛痛的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还是主动先 马牌心电图X光 然后超音波做一下基本的检查 然后顺便抽个血 看看有没有三高这些问题 那结果第一次做完检查 这三样检查 其实做起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超音波也是一些轻微的 这个必所不全 这个其实小毛病 很多人都有 抽血也没看到什么明显的血糖 胆固醇的问题 所以我刚才讲说 你这个可能不一定像心脏的问题 有时候可能是 我们最常见其实反而是 类似自律神经失调 压力太大 睡眠不好这些 我说也许开一些药 回去休息一下吃一吃就好了 但是他回诊 他还是觉得说他很不舒服 还是常常在熊门 不舒服还在喘 然后他就说 这个可不可以做进阶一点检查 那你知道医生看病 除了不伤害病人 也不想伤害自己 如果说假如说病人 最后出院 真的是检查出什么问题 那你就完了 所以他如果还是说不舒服 那当然我们就做进阶的检查 所以我们帮他排一个叫核子扫描 去确认他到底 有没有所谓的狭心症 心脏缺氧的情形 知道核子扫描 他其实敏感度很高 你只要有一点轻微缺氧 他会发现出来 甚至他有不低的伪扬性 那他这个核子扫描 结果几乎是接近正常 所以应该来讲 机会是不高 有这个问题的机会是不高 那结果这次他有说比较好 其实也没有 他就开始说 他开始有点头晕了 他觉得他胸口闷 没有完全改善 但是现在开始 比较严重的是头晕头痛 他觉得他脖子 是不是有血管塞住 他看他邻居有一些人 有那个颈动脉狭窄的问题 那好吧 所以我们第三次 我们再帮他排一些颈动脉超音波 那做了一些颈 结果做起来是一轻微的斑块 人到60岁 加减都会有轻微斑块 这也不意外 那到第四次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那医师我怀疑 我可能有些肿瘤 那是不是可以抽一些肿瘤指数 那这时候我就设停损点 我就跟他说 这个应该不是心脏科的问题 我说 他后来就跟我谈 他说这个 我想说抽血 所以顺便做个检查 应该 我说这个不行 你如果真的要做 你要去检检柜台 报名 所以到后来 其实他 因为他有家人陪他 后来他的女儿 才自己试一下跟我讲 其实他妈妈的症状 其实都不明显 他其实就是想要 你知道健保的得症 医生只要有症状 原则上检查 都是健保给付的 其实健保会 快要撑不下去 也不是没有道理 真的 大家不要乱浪费 那问一下刘医师 刘医师在急诊室 你们一定很有感触 有些时候大病小病 尤其是不需要的小病 直接挂急诊的案例 也很多 其实蛮多的 我举个例子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们广北区 急诊的用量 一个月大概有多少人次 超过五万人次 这么夸张 一个月 台北就是这附近 这几家医学中心 加起来的量 一个月的病人量 五万人次 你听过哪个国家说 一个城市需要挂 五万人次的急诊量 因为他们挂急诊太便宜 对 太便宜了 所以我就遇过 那五六十岁的老人家 可能中年男性 他做生意 就晚上半夜七八点钟 八九点钟过来挂急诊 然后跟他背痛 然后我们就当他就问 因为背痛 可能还是很危险的事情 可能主动卖玻璃 心肌隔色 这都可能会造成背痛 可是问一问 才发现 先生原来痛痛半年 那就想 这应该不是心脏科的问题 也不应该是一些急 这种问题 就问说 为什么你会今天晚上八九点钟 来挂个背痛 而且痛半年 他才说 他其实从美国回来的 在那边排个检查 可能要排两三个月 对 台湾健保又便宜又快 想想干脆 回来台湾探亲 顺便来看个医生 说花了机票钱 比那边还更便宜 而且在台湾挂急诊的钱 都比美国挂门诊便宜 所以他就决定回来了 他跟我说 那我因为很急 这个大概一两个礼拜 后来就要回美国了 可不可以直接在急诊 帮我排个喝池共诊看一下 可以直接点菜 这个好像不是急诊的范围 那跟他解释过后 当然蒲口薄欣 讲了老半天 他也可以接受 就是这个有点 不像是适当的医疗 所以同意之下 帮他转接到骨客门诊 去做后续的处理 大概是这样子 真的 好的 那接下来柯师傅就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这个最好的状况是平常的健康身体的品质管理好 不要成天看医生 那师傅今天要分享的是五彩娃娃菜 对 娃娃菜 娃娃菜很漂亮 对 娃娃菜最近刚好是产季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娃娃菜来入菜 娃娃菜我先跟大家 长这样 对 介绍一下 这是这三五年来台湾才有的一个菜 它实际上它是怎样 它是芥菜的亲戚 它是一个芥菜的肥大径 这个是芥菜肥大径 然后它从这个地方爆芽出来 但是它吃起来有芥菜的口感 但是没有芥菜的苦味 那一般来讲就是它的肥大径 它越肥的话 它就从旁边爆这个芽出来 我们吃这个芽跟吃这个茎 然后非常脆非常甜 它的学名叫做报纸芥 这三五年台湾才开始引进的品种 所以你把它切小块切片 风味是接近芥菜吗 还是嫩很多比较不会嗆 芥菜新的口感 芥菜新的口感 其实光清炒就很好吃 我们放一点这个蒜头进去爆香 很多观众朋友 遇到新的菜不大会煮 对 那老师今天分享的家常料理 是很适合跟着学 而且准备备用的食材也很容易 对 其实你在家里面炒这个娃娃菜的话 其实就是蒜头辣椒就非常好吃 小朋友都会吃是因为 它有芥菜的口感 有芥菜的甜 但是它没有芥菜的苦 很多小孩子不爱就是那个苦味 太苦的芥菜 二层肉 我们讲的二层肉 如果吃牛排这个就是生猫鸡 有没有 和尚肉那一块 然后我们放一点 就是黄色的玉米笋 这些都是现代的产剂 这个菇类也是 这个木耳 台湾今年一整年 所有的农产品都盛产 所以蔬菜 因为丰烤与生 对 所以蔬菜 很多食材大家都可以多吃 对 我们今天这个娃娃菜算是高价的 因为一般来讲就是一斤来讲 这样一朵一斤大概多少钱 这三朵两百块台币 那这样算贵的 对 两百块台币 现在可以买二十颗料理菜 师傅你现在把杏鲍菇 把它切片 下来拌炒 对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配合 就是主要的食材是片状 我们所有东西都是片状 稍微给它拌炒一下 然后爆香是这个时候 才放这个辣椒 为什么辣椒有的时候是前面放 有的时候后面放 因为我担心很多人不敢吃太辣 所以假设你要辣度高 如果你要辣一点的话 你就事先放 然后加点酒去呛的话 它就会很辣 就会很香 滴滴量也是等于七八十张的胸部识光的量 小孩子这样子滥用电脑断层的结果 它后来长出脑末驴的机会 用正常人的好几倍 来 集中会打指通药 我打一打 打到后来就变得药物成瘾了 我们都知道 它其实都是肝脏或肾脏去代谢的 用完后来 真的会对生理会 像大家一些致命的受伤 好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娃娃菜放进来 其实我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半熟而已 没有全熟 都是半熟而已 最后铺满满的娃娃菜 这个娃娃菜等一下你会非常喜欢 这个娃娃菜非常好吃 越多越好吃 那如果你在家里面如果要大型在炒的话 你可以汆烫沙青过再去炒也可以 像你如果做便当 它这个娃娃菜有个特殊的一点就是 你沙青过的话 它可以一直保持翠绿的颜色 就是跟一般的其他蔬菜不一样 它可以一直保持翠绿颜色 然后这时候我们加一点水给它 好 少量的水 对 加一点水给它 然后再把我们的海鲜 搭配一点海鲜放进来 我搭配一些 虾仁 对 这个开背的虾仁 这个大的虾仁放进来 等一下就是让用水蒸气来蒸熟它 好 所以你这样会有一点肉鲜跟海鲜 然后菜也会非常的鲜甜 对对对 而且这个很适合隔餐再吃就是便当菜 便当菜就所谓的隔餐再吃 好 它就比较不会去变颜色 好 然后我们放上 盐巴 一些调味 少量的盐巴 放一些盐 调味一下 然后 放一点胡椒粉来调味 白胡椒跟盐在这里就可以下去 对 那我们盖上锅盖 稍微给它焖个三分钟左右 我们先把它锅盖盖起来 焖熟这个虾仁 好 焖它的同时再请教一下欧医师 这个欧医师是小儿科医师 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小孩子生的少 所以很多小朋友稍微出个状况 也都可能挂急诊 我就曾经在急诊遇到一个 两岁的小朋友 他来的时候是半夜 呕吐不止 那妈妈很担心 也白天已经看过门诊了 吃了止吐药还是会吐 所以他就带来急诊 那来急诊 我们当然就是会例行的做一些检查 包含腹部的X光 甚至我们连超音波也帮他做了 但就是腹部发现没有问题 那他肠子蠕动也还算正常 所以我们就决定让他留下来观察 可是妈妈她没有办法接受观察 这一个选项 她坚持 她也是点菜 她就说我要做电脑断层 那最后没有办法 只好让她做电脑断层 那也做了 可是结果就是没有异常 那最后因为这个孩子 他出现一些神经学的症状 就是脑部的一些异常的症状 所以最后他发现 原来是脑部的问题 只好去做脑部电脑断层 等于说他因为妈妈点菜这个举动 他额外多做了腹部电脑断层 等于说又接受了几百张X光的辐射线 那以小孩子来讲 连续做两次电脑断层 他就有可能有辐射的伤害 辐射伤害是累积的 他将来可能会增加一些 跟辐射有关癌症的风险 那他等于从小就这样子的话 他的额度就会渐渐的用光 这个跟你刚刚讲 年年做症子是同一个意义 没错 根据现行研究发现说小孩子这样子滥用电脑断层结果 他后来长出脑末瘤的机会 就是正常人的好几倍 所以绝对不要忽视这种辐射的伤害 因为最主要是小孩子 他长很久 所以大家真的要更谨慎 像日本人是全世界最典型的滥用电脑断层的国家 他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机台 他门口世界世界的三十分之一 他是两三亿 可是他电脑断层的机台三分之一在日本 所以你看看那个所谓的供给来制造需求 所以日本人根据英国医学期刊的评估 日本人因为这个电脑断层等等辐射线致癌的几率是英国人的五倍 好 那我们现在水蒸气 水蒸气出来以后就差不多 哇 好漂亮喔 然后你看它还是一直保持着翠绿的颜色 而且它水分会增加 对对对对 然后它最重要就是它不会有苦味 就是它一个特色 然后起锅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芝麻香油淋一点进去 然后把它拌均匀 跟刚刚那些盐巴拌均匀 这样就可以吃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这个是一个副叫色酸味剧酒 它里面用一些辛香料 像辣椒 蒜头等等的 那看来一整碗对不对 有几块肉对不对 可是你不要忘记这整碗热量其实是低的啦 对 木耳娃娃一堆蔬菜 其实蔬菜我认为它占百分之六十以上 然后加了一些海产 海产热量也是低的 所以吃这样的东西是完全没有身体上的负担 跟消化上的负担 不过说起这个事情 我们从来不建议大家随便的乱检查 做随便的筛检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也知道胸背光辐射既然不高 对不对 大概就零点零二好西佛 可是你知道不知道 为什么政府或医生没有叫你说 你抽烟 你每半年要照一张胸背光筛检肺癌 因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上过这个当 这个研究做太多遍已经停止了 为什么 我们发现说对于老烟枪来讲 我们当然很怕他肺癌 老烟枪很容易变成肺癌 所以当初就有人做了研究 把老烟枪分两组 抽签一组就摆在家里 不理他 等到他咳嗽有血再说 体重掉再说 另外一组就很关心他 每半年抓过来 做一张胸部X光 包括在台湾都做过 医学中心做的 那个研究大部分都认为要做个五年 看看能不能看看 早期筛检 X光的检查 搞不好可以发现肺癌 早期把它切掉 救这个病人的性命 因为两组都是五六千人 所以只要救几个人 你就总继续这样 就可以发现这个检查 这个筛检是有意义的 可以救人的命 结果 结果出来大吃大家已经眼镜叠了满地 为什么 后来发现抓过来照X光 筛检那一组死了还更多的人 研究甚至有好几篇研究 因为这样被喊停 因为他觉得受试组有一组产生明显的差异性了 应该再做下去了 为什么 你想想看一个人抽烟抽二三十年 四五十年 他的肺部里面有很多的细胞 基本上已经不是好的细胞了 他属于IE前期的变化 就像他不是好人了 他是准备叛变的叛党 可是还没有实际的行动 那你用X光一直刺激他 刺激到有一天他终于就叛变 鼓励他造反 对 你鼓励他造反 甚至你会说好 那我们做胸部X光来筛检废还不合理 因为胸部X光诊断率 可能小的总率也看不到 所以现在很流行一个东西叫什么 低剂量电脑断层 这个名字真的取得很有行销概念 因为他叫做低剂量 感觉还好危害没那么大 对不对 可是低剂量也是等于几里十张 大概连七八十张的胸部X光的量 真的喔 用这个东西来筛检肺癌 你查查看会有什么结果 其实我们医生也很好奇 我们也想知道说 我把剂量降低 然后诊断率低高 比如说他可以发现很早的肺癌 我搞不好真的可能可以 救了很多肺癌病人 早期病人的生命 不过很可惜的2015年 2016年连续两天前瞻性 随机分配的研究 而且是相当规模的研究 都发现病人的寿命 完全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证实这真是悲开的 所以很超乎大家的想象 你会讲的不对啊 我早期发现 不是早期早去肿瘤找出来吗 困难在这里 对于正常人的早期採检 比如说做电脑断层 低剂量电脑断层 他每发生的150颗肿瘤里面 只有一颗是恶性的 其他149颗是良性的 可是你一旦肺部发现肿瘤 请问一下你敢摆着吗 医生敢摆着吗 不会吧 我们一定会叫你抽血测 肿瘤指标 对不对 我叫你做血管摄影 看看那个血管分布 有没有下癌症 对不对 我帮你做持症造影 看看他有没有长得恶行恶状 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保证 做完这个东西 没有人敢跟你打包票 他是不是恶性的 最终还是要干嘛 切片 对 甚至于是什么 肺液切除把它切下来干 那你要知道肺液的切片 穿刺就出血的风险 弃凶的风险 而且他就侵入了 对 而且肺液切除 事实上有相当的死亡率 所以你把这个149人的并发症 加在一起 跟你救的那个人 而且那个人不见得 一定救得到 对不对 你肺癌发现 你一定救得到吗 不见得吧 0.8救得到 你就偷笑了 所以这边救了0.8个人 这边149乘以并发症 合起来结果 看不到好处了 所以这中间一个例子 就是跟大家讲说 你用有辐射线 会致癌的东西 去检查癌症 逻辑上就是很可疑 而且到目前来讲 几乎都不成功 不是讲说吃完药 没太多 广效性的抗生素的结果 小朋友的大肠的疫情 全部被你杀光光 只要早餐 吃完饭就吃一颗 中餐吃完饭就吃一颗 晚饭吃完一颗 吃到最后就整个 造成酸解性的中毒 请问一下陈医师 可是从你们的观点来讲 虽然是预防剩余治疗 可是自己也要先搞清楚 自己究竟需要哪些疗程 我今天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说一个大概30岁的女性 那没有抽烟 没有三高的病史 很蛮年轻的女性 她来的时候就说 最近睡眠不好 而且常常胸口不舒服 她去说不舒服 是类似刺痛 一阵一阵刺痛 那其实以心脏科来讲 这种病人也算不少见 年轻族群 那通常这种没有三高病史 没有抽烟 而且疼痛听起来 不是很像心脏来的 这种刺痛性 比较像是神经 或肌肉痛 所以这种通常 视心脏病的机会都不高 那当然 当然我们还是会帮她做一些 初阶的检查 心电图X光 超音波 这才会先做 那做完之后 其实跟她讲说 其实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心电图 那个超音波 有一点点轻微的 避锁不全 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还是比较像是压力 睡眠这些原因引起的 那一般人都会 都可以接受 但是这个小姐 她可能真的是很紧张 或者是她真的很不舒服 那我后来知道 她其实 这边有拿了药 但她后来又跑去别的医院 再做类似的检查 而且她希望那边的医生 可以帮她排一个更高阶关于有没有狭心 症这方面的问题的检查 那后来她的确在另外一家医院 做了所谓的核子扫描 我们刚刚有提过 她是一个检查血管 没有狭窄的疾病的检查 核子扫描 这个检查 除了是放射性的检查之外 她其实还额外要打一个 类似血管扩张的药 她打一个药照两次 所以她打那个药的时候 她就很明显的 有些恶心呕吐的反应 那受苦不说 做完检查 结果也是真的量 就是没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就变成说 她这个有点是白受罪这样子 所以这边分享一下 我们心脏科其实检查 这个也是蛮多 但是讲一讲去 也是差不多就这几种 所以这跟大家稍微 简单解释一下 心电图是大概 我们第一线的检查 可以做一些基础的判断 你有没有心率不整 或者有一些心血管疾病 严重的时候心电图看得出来 有些非常严重的时候 甚至我们要请急 请急诊医师帮忙 这心电图的变化 那如果是超音波 主要是看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比如说你有没有心脏肥大 半磨有没有脱锤 避锁不犬等等 那运动心电图 二次小心电图 其实都是心电图的进阶版 因为有些人在静态的时候 没有看到一些特殊的变化 但是在活动的时候 可能心电图就有异常 二次小心电图则是说 有些人是心率不整 心率不整 大家有些人有经验 就是来医院刚好都没事 每次做医生都不相信 什么都没事情 那二次小心电图就是把你记录时间延长 大概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那最后面三个最主要都是属于血管方面的检查 就是六四切 或者是有些医院是六百四十切 两百五十六切等等 电脑断层 核子医学心导管 这都是所谓血管性的检查 核子医学 它是这三个里面 它准确率相对是稍微低一点 大概八成多 但相对来讲 而且它有一个放射性的考量 那准确率相对中阶一点 比较高的是六四切的电脑断层 它可以接近心导管的准确率 大概九成多 但相对来它自费 那最准确 你血管到底有没有问题 最终最终还是要靠心导管诊断 而且它可以帮你做治疗 就是说如果真的有问题 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内 帮你放指甲或气球等等 对所以这几个 大概是我们心脏科会 比较常碰到一些检查 跟大家分享 那问一下刘医师 还有一些人看病成瘾 这个逛医院 好像在逛菜市场 我刚刚有讲过就说 北区我们急诊量 一个月五万人试 那我今天就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这个病人 她就占了三十次 她一个月来急诊 来三十天 那天天就像光市场一样 那这个病人 是个五十岁的一个女性 她本身是有 本身慢性一些疾病 有些精神方面疾病 然后有洗肾 那以前有摔过伤 就骨头断掉 所以坐轮椅 初期就是来急诊 会打止痛药 我打一打 打到后来就变成药 甚至有时候 一天来两次三次 你不打不给他打 就给你一哭二闹三 三吵架 往那边地上打滚 哭恼 反正就是没有要到那个针 他不离开 这样子病人 我们也找了很多人来帮忙 心理治疗师 麻醉咨询师 甚至骨科都看过了 也哭哭哭 进去说 阿姨 你这样子 这样子滥用 第一个对医疗资源不好 第二个你身体其实也不好 因为这些药液 我们都知道 他其实都是肝脏或肾脏去代谢的 所以迟早会对你身上造一些影响 结果后来真的有一天 我们就接到救护车通知 说那个阿姨 又叫救护车了 可是是欧卡 就是我们就所谓到院前死亡 那就容易容易送进来 我们当然急救半小时 最后还是没有救回来 但是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就很震撼 就是其实药物成瘾 用到后来 真的会对身体 也会有一些很大一些致命的受伤 那欧医师临床上也遇到有一些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也是看病成瘾 这个个案也是我在急诊遇到的 那他是一个一岁半的小女生 那他其实备受宠爱 为什么呢 因为他半夜两点来急诊 结果是全家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全部都来 就为了带他来 然后来的主诉是 他半夜哭闹不睡觉 这样带来急诊 那我仔细检查发现 他没有发烧 没有抽筋 嘔吐 鼻塞这些都没有也不是肚子饿的问题 最后打开尿布一看 发现他屁股快烂掉了 仔细一问发现 原来他过去一周呢 他感冒 那他去看医生去门诊 那第一天发烧 第二天咳嗽 每天都去 五天去了四次 所以最后用了抗生素 他吃了之后副作用是拉肚子 结果他的屁屁的皮肤 因为这样频繁的粪水刺激 就发炎溃烂 所以小朋友半夜哭是因为他白天有吃药 有人陪有人玩 比较转移注意力 结果晚上夜深人静 很痛啊 睡不着 所以很多小朋友 真的到底在哭什么 爸妈妈要先搞清楚 那接下来安琪老师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安琪老师今天要分享的是 宁波式的草年糕 这个是一般传统或者超级市场买得到的宁波年糕 或者是真空包装的 那我这个是一整条的自己切的 把它切断切变 对 那我们这边一开始我们就拿油来把这个葱段跟我们的香菇 这个也很适合家常的职业妇女跟着做 对 今天准备的食材先爆香香菇 然后其实老师准备了一点肉丝 肉丝 然后胡萝卜冬笋 还有一点豌豆甜豆 对 还有大量的这个是大白菜 把它切成丝 对 那在上海他们这个草年糕 这种草法叫黄芽白 什么叫黄芽白 他们就是白菜的一种 他们的白菜尖头的地方会露黄的芽 所以他们叫它黄芽白 那这个是我们一般台湾那种包心白吗 对 就是结球白菜 对 那我自己蛮喜欢结球白的 我觉得结球白的这个叶子也很厚 比较甜 比较甜好吃 那冬笋这个时候就要跟着炒 对 冬笋很吃油 有的人说冬笋有什么好吃 吃起来有点刮喉咙 其实就是因为你炒的不透 而且烧的时间不够久 它有点带生 带生的话 它就会有一点色色的那种刮喉咙的感觉 好 那我们这边来给它烹一点酱油 好 我们来一点酱香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我们的白菜 这个时候白菜不是鲜肉丝 我的肉丝今天没有鲜炒 你的肉丝如果鲜炒过的话 就要拿起来 那我觉得有时候叫大家拿起来 这样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待会儿带一点水气的时候 我们有水 我们把肉丝像利用煎煮法 再来给它煮一煮 待会因为会有点水气 对 会有水气 白菜也会出水 对 而且我们今天准备了高汤 好 好 那我们这边 这个是胡萝卜丝也是生的 你给它下来 那可是我们的肉丝要让它入味 老师有先腌过 对 看颜色就知道 这宁官很厉害 你腌了哪些东西 腌了就是酱油 水跟太白粉 因为肉丝要吃水 吃水它膨胀嫩了 然后给它一点酱油的味道 酱油有咸味 然后再给它一点太白粉 给它一个馍 那我们今天这边 刚刚放香菇的水 泡香菇的水我们放进去了 然后我们这边来这个鸡汤 高汤 所以泡香菇的时候 香菇水也是很好的汤底 对 然后家常的高汤也是 对 泡香菇的时候 记得先冲洗一下 因为香菇有时候 它散着在外面会有灰尘 所以我们给它稍微洗一下 洗一下之后 你就可以把那个水拿来利用了 可是你准备的香菇 总是特别香 我刚刚站在这里 这个还没有炒这个香菇的时候 特别香 它是太空包栽种的 它是平头 你看那个地头 它如果是切平的 就表示它是平的 采收下来的 那就是太空包接种了 所以台湾现在生的能源很厉害 那我们就多吃点台湾的香菇 不见得要去一定去买花菇 非常香 对 没炒之前就很香 对 那我们现在就来放我们的这个 年糕 凝果年糕 因为待会要让它这个 吃所有的汤汁跟入味 对 所以这个水分要斟酌 这个水分我们大概放七成 放七成 我喜欢年糕稍微带一点点湿气 对 因为你上桌了之后 大概在吃的时候 它会膨胀 那膨胀的话它不会说是都黏在一起 你不好拿 所以我的水分会比较多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来一点盐 给它调味 七成就刚好 待会吸了汤汁又带了湿气 可是又不会太水太烂 那然后炒年糕 大家常常有个误解 就觉得年糕要一直炒一直炒 其实年糕是用闷出来的 年糕因为它现在开始外面软化 你如果是一直炒 就把它粉糊都一直会刮下来 对 好 那我们现在这边把肉丝放下来 那这个肉丝因为腌过 所以这个肉丝待会也会入味 对 也会很嫩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年糕放下来 我们就盖上锅盖 我们大概给它三分钟 好 那继续请教一下陈医师 还有一般观众朋友普遍的观念 老觉得看了医生就要拿药吃药 其实这也并不一定正确 对 其实常跟我病患讲 医生不是卖药的 多开给你几个药 其实医院不会多给我什么钱 对啊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差别 那所以其实我们给你的药 有时候开给你很多 那是因为你真的需要吃那么多药 有时候不给你药 是因为觉得你根本不需要用到药物 所以何必开药给你 浪费这个资源 对啊 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其实这个 但是门诊每个病患的想法不同 像我最近又碰到 有有两个病患刚好相反 一个是我想开药给他 他不想拿 一个是反过来 我不想开给他 可是他一直要 第一个阿姨他就是在七十岁 那他之前在我们这边做过新导馆 但是因为他长期在台大追踪 所以做完之后 我们给他一些药物之后 他说他希望回台大追踪 那当然OK 我们就让他回去原本的医院追踪 结果过了大概半年左右 我又看到他来了 这次来 我说阿姨这个怎么又来 他说因为台大医生请假出国 他希望说回来我这边拿药 我说拿药那也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照之前的处方拿 那后来我看一下 处方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台大医生有做一些修正 那我问说 有一个药现在没有吃了 他说对 因为那个药 我们是保护心脏的 可能会心跳稍微慢一点 那台大医师评估之后 我现在心跳已经比较慢了 所以他觉得那个药可以停掉 说好 那我们就照台大这位医师 继续这样子帮你处方 那结果阿姨就说 可是我后来没有吃 我总觉得怪怪的 我觉得还是需要吃 那我就跟他说 那你有跟台大医师反应吗 他说没有 因为他就不太会听我讲话 那我想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加上去 我说我那时候 其实就是在等楼上导管 是已经call我了 所以我就跟他说 阿姨其实你这样是同时 对我跟对那个医师都不太好 对因为你之前 在我们那边做完检查 后来你待会去 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本来就是台大医师 最终的 那你现在回来之后 如果我现在跟你说 我把药加回去 那是不是我对台大医师的 意见不同呢 那我如果不帮你加 那你这样对我 好像也不太礼貌 对所以后来他就 他也说不好意思 可是他觉得 他想要吃那颗药 我说我觉得还是不需要好了 后来我就很坚持说 那我们就照台大医师 继续这样开 我们就这样 然后想说结束的时候 我准备出去 结果第二个阿姨来了 他是反过来的 他是上个礼拜来 我们这边做检查 本来都没有毛病 但是因为他最近有一些胸闷 胸痛不舒服来做检查 那我们也排了一系列检查 刚好回来看报告 看了之后就说跟他说 抽血看起来真的胆污存偏高 你的低密度胆污存非常高 已经超过我接一百六 还一百七了 蛮高的 我说像你这种曾经中风过的 一百六太高了 一定要吃酱胆污存 要控制 然后他就马上说 蛤 我不要吃药 我就停了一下 我说 我也不知道我能帮你什么 那不然我们今天就到这样好了 后来还有他儿子在旁边 他儿子就说 还是拿药好了 老师不好意思 我说好 那我们就开回去 那也先不用挂号 如果你有心想要回来 我们再来回来 而且这种病人 就算要拿回去的 也不一定吃 所以所以那天刚好 就被我碰到两个 刚好相反的 所以蛮特别的经验 那我们同一时间 安琪老师的年糕 好像也微好了 对 因为白菜还会出一点水 白菜会出一点水 然后我们现在把甜豆片 绿颜色 加一点甜豆片 那刚刚的那个肉丝 就可以让他打散 对 那这一个甜豆熟了 我们就来试吃 香味 风味的醇厚 跟层次感 真的是不是一般的 筍的比得上的 然后再加上他里面 加了这个年糕之后 又把汤汁吸进去之后 这年糕也变得非常的有风味 所以在冬天吃一碗 这个热热东西 其实我跟你讲 我自己都觉得感冒的人 吃一吃搞不好感冒都好了 可是有些爸妈不是这样想 像我有一个 一个病人 他是50岁的高龄产妇 那高龄产妇当生下 baby就很宝贝你知道吗 任何风吹草动 就赶快带去看医生 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感冒本来 多喝水多休息就会好了 可是他因为很急 所以他通常带去小科门乱 那我们也知道感冒之后 病毒感染他虽然会好 可是他有一段时间 免疫力会低下 甚至白血区都会降低 那在那个期间之内 他刚好就在诊所后诊 那旁边有小朋友 已经是气管炎的 肺炎的小朋友 在旁边咳嗽 他又没有这个防护的概念 小朋友也没戴口罩 然后就咳一咳 这细菌就感染小孩子 所以他第一次去是病毒感染 那回家之后就转成细菌感染 他又很不耐烦 从来不肯把一个医生 要从头吃到尾 疑心脏表现没有很好 没有马上看有效的 他就把他fire掉 结果后来这样子的结果的病人 只会跑到那里去 你知道吗 跑到那个开药最凶的医生 就是一开 就是三线抗生素的地方去 对 而且他可能用药很凶 就会立刻有feu 对 可是你又想过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要迫害小朋友的免疫力 因为你用到很强的后线 所谓的广效性的抗生素的结果 小朋友的大肠的异菌 全部被你杀光光 那根据研究 这种把异菌杀光的现象 有的小朋友三个月会回来 有的小朋友九个月才回来 所以不是想说吃完药 就没问题 事实上它会产生一些长远的影响 感冒要对症状的解决 基本上跟安慰剂 淀粉是一样的 所以家长真的像这种小感冒 小朋友有没有分岁 有没有看起来在抽搐 有没有就是说整个躺在床上 都不能玩 它没有那些危险的现象 也没有发抖的很厉害等等的 或者痰变的黄色 你真的不用那么急 然后不要带去看医生的时候 也不带防护护具 你一定要把小朋友保护好 免得得到事发性的感染 那更不要医生看一次不好 就去寻完医生 那就这个医生开抗生素 那个医生在抗抗生素 所有人都开 而且越开越强 那这个对小朋友的未来 其实很不好 有研究说 在10岁之前用过14抗生素 小朋友后来得到08的机会 会高起来 所以不要滥用抗生素 那问一下陈医师 他有一些慢性病患 他可能同时有高血压 可能同时有心脏病 那他有的时候一天三餐 要吃的药就非常多 对 其实这边也是重申 我们刚讲的 医生不是开药的 不是卖药的 所以我们开给你的药 就是几乎都是必要的 所以有时候会开到 超过10种是有可能的 我就碰过一个病人 他其实大概60岁左右 五六十岁 那有抽烟的病史 有三高的问题 原本就只有三高 有在吃血压药 有在吃胆固醇药 那血糖除了两种药之外 还加胰岛素 血糖控制不是很好 那是一个很乐天的阿伯 他觉得反正人生就差不多是 就是要抽烟喝酒 该怎么样 该时间到了 就自己会回去 那大部分人都是 没有发生事情 都蛮乐天的 那有一天他就发生事情 就是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之后 住院中 虽然是把他治疗好 但是看起来 他的心脏功能并不是很好 就是心肌梗塞之后 心脏受伤 就是导致所谓的心脏衰竭 心脏功能不好 那同时又在心脏衰竭 又发现他有所谓的心房战动 所以其实住院中间 发现他其实很多毛病 可能跟他长期 没有好好控制三高有关 所以其实出院的时候 他入院的时候 其实只是五个药 加一个胰岛素 但出院包含心房战斗 需要有一些控制的药物 还有一些抗凝血剂 那心肌梗塞 本来就有一些 抗血小板药物 那加上他的心脏衰竭 有一些维持心脏衰竭功能 应该要吃的药 所以加来 其实出院的时候 药超超级大包 大概十几种吧 对啊 所以其实是跟大家讲 我们自己有问题 还是要好好控制好 因为你如果没有控制好 到时候越弄越大条的时候 其实药就不是原本的药 可以控制的下来 那刘医师就要提醒大家 有一些药真的有交互作用 其实我一直强调一点 就是说药这东西 它是好的东西 但是你要正确的使用 跟用的剂量 跟时间长短 其实是要经过 严格的控管之下再使用 尽量不要就是随便乱用药 那我这边跟大家分享 一些东西案例 它其实有些 其实很多的药物 比如说一些中药的甘草药 或是一些类固醇用药 它其实加来 其实会有些交互作用 甚至说一些感冒糖浆 其实感冒糖浆 其实有时候 它含有些东西 这些成分 像口袋硬硬的成分 它其实用多了 它会造成一些中心呼吸的一些抑制 甚至你说一些类似一些 我们之前有讲过 就是蔓延梅汁 或是一些葡萄柚汁 它配上一些 一些心血管的用药 它其实会降低它的效果 所以会造成就是 在使用用药上面 有一些问题 那其实这些东西 我们为什么强调就是 用药一定要配合医师的遵循 对 那我这边讲个比较 比较一个悲惨的一个案例 它本身是一个 年约大概50多岁的一个中年妇女 那她基本上因为想要减肥 所以她就去外面买了一些 来路不明的药 那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听过一种药物 叫做Mephormin 它其实是我们 在医疗上非常常用的一种药物 这个药物是用来针对 糖尿病病患的使用的药物 那它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它会让你比较 不会想吃饭 会抑制食欲 所以有一些坊间 他们会把它加到 减肥药里头使用 那我这个病患 就是他自己去外面 买了一堆这种药 那他就是为了 做极端的减肥 又是不喝水 然后不吃东西 然后再吃这种药物 然后就造成食物药物中毒 那一天就送到急诊来的时候 我们当下看到 他这个病人 就是不是清醒状况 然后心跳乱跳 然后呼吸就是很乖 那危险到我们 当时跟家属讲完后 这就是直接插管 做送家屋病房 因为他抽出来 虚氧浓度是根本就异常 整个抽出来 这些严重的酸血性中毒 那后来再回去 再去看他的病例的时候 才发现 他可能是吃 一些来路不迷药 那我们请家属说 你把家里药带过来 拿过来一看 哇没封面 整整满满一大包 那家属说 他就当成什么 当成零单 只要早餐 吃完饭就吃一颗 中餐吃完饭就吃一颗 晚饭吃完一颗就吃一颗 吃到最后就整个 造成酸血性中毒 所以最后这个病人 到家属病房将近 过了大概一个多礼拜 才安然无事的脱离险境 所以我要强谈就是 用药 就是你如果随便乱用 它会有一些风险性 而且这风险性 可能是有致命性的危险 那再问一下欧医师 还有一些人出国的时候 会备着用药 那到底需不需要 我在门诊常常遇到 尤其是寒暑假要来之前 那很多家长 带小朋友出门会担心 那我曾经遇过一个案例是 他的小朋友还没有生病过 大概两岁大 那他就想说 我出去玩那边比较冷 搞不好会感冒 所以他就说 我要感冒药 咳嗽的退烧的 鼻塞的 然后他又担心 小朋友水土不服 可能坐飞机 坐车会晕 他说我要晕机药 晕车药 最后他又担心说 会不会吃了不符合的东西 不干净 拉肚子 又说要止歇药 最后想一想 不然便秘药也给我好了 我跟他说 爸爸我开给你这样子的药 你可以去开药房了 其实一般我会建议 小朋友的话 我们备个退烧药 那如果 譬如说蛮常见 是过敏体质 过敏是比较慢性的问题 所以有慢性的药 可以稍微备用 大概这两种就够了 那其实我们应该 预防胜于治疗 所以我一般会建议说 我们上飞机的时候 我自己也会这样带 我会带个干洗手喷雾 然后我会戴口罩 带一点护手霜跟护唇膏 保持我们皮肤黏膜的完整性 那我自己额外还会带一点益生菌 因为益生菌 可以预防说 你在国外吃了 水土不服 肠胃的不舒服 这样子 所以其实不用背那么多药的 好 那节目最后 江医师也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叮咛 医疗绝对不是跟钱一样 越多越好 做越多 赚越多 绝对不是这样 所以国外其实 有很多国家的发起 聪明明治选择这个活动 叫大家说要跟医生好好谈 那有一些不必要的医疗 不必要的筛检 绝对不要去做 这样你才能真正得到健康 又守护你的荷包 好 谢谢江医师的丁礼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泼在年代 Match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的官方账号的主页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 我们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账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席再见 拜拜 谢谢